大朋友小朋友認真地低頭製作者木馬 希望同心協力完成作品 喔 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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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上午草屯鎮公所在植物公園 舉辦這場飛天木馬同去DIY活動 吸引許多親子參與 孩子們也都玩得很開心 好玩 自己動手畫 才會飛天馬 可以做很多東西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教同學都來參加 飛天木馬是利用木板組裝以及彩繪上色 變成一個羨木 到場參與的民眾表示 希望能經常舉辦類似的親子活動 平常的話都會接觸一些科技的產品 藉由這些DIY活動 然後訓練小朋友的手腦並用 然後讓他們藉由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讓他們激發他們的創造力這樣子 我非常推薦那個 我們家長們都是 多多來參與這種活動這樣子 讓就是增加 增加那個親子間的感情 醫院林耀宏表示 家長帶著小孩到場製作自己的玩具 除了激發孩子們的創意 讓孩子們遠離3C產品 還能增進彼此的親子感情 是大人跟我們的學長 跟自己的兒子 可以親手DIY來彩繪 可以共同完成一件作品 我相信這是可以 爸爸媽媽跟小朋友 共同的一個回憶 我相信這也是最美麗的一個 衣服風景畫 那我們期待 類似這樣親子的活動 能夠常常 在我們的活動裡面來展現出來 羨慕偶是最好製作 且一上手的玩具 主辦單位期盼藉由活動 讓孩子他們自己動手做 從小訓練他們的思考創作能力 豐富孩子們的童年生活 明星文靈萱 草屯採訪報導